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尔惠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继续进行县政总职讯的议程 县议员张金富他针对了南区便桥新建运输补助 金针山道路新建还有花75线道路新建工程 请县政府要关注南区的建设 造福南区的民众 欢迎县议会定期大会早上第一轮县政总职议 是有县议员张金富 并且针对南区便桥施作其成 偏乡乡清运输补助 金针山和磁克山道路重建 与其花75线工程议案提出执行 变桥通通这几个台风 都打坏掉了 我们农产品因为11月道指通话割了 最主要通话靠这个桥来运输 变桥现在是最简便最快的可以运输的 这几座大桥在赶工中 刚才建设处那里讲 有的最晚到11月多的时候才会通车 可以尽快完成的建设处这里 跟相公所这也通会配合 把这个便桥这个部分 可以尽快的完成运输的部分 0918以后这个六十山跟磁克山的复建工程 因为金针花在七月多到十月多 他们工程都停办嘛 所以说上山的人才可以顺利的上山 在10月13号以后六十山跟刺客山的复建工程 县政府农业处这边也会督导他们施工单位 尽快的把这个复建工程可以完成 以利交通人员的安全 花七十五线16.6K的部分 这个边坡因为上次台风的时候整个边坡都下来嘛 这个经费是一亿多 现在要准备过人 人民及百姓要特别注意下 会有一点落实 我今天是希望说县政府 可以把这个边坡可以尽量的花包 把这个工程可以完成 以利我们的交通 谢谢张继父最后也感谢新来区真卫 针对玉璃镇 一文中心新建是相当重视地方需求 需要在府会和谐范围之下 共同来建设南区来照顾相亲 记得就位华小伯导